Hello大家好,朱春桃 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早前在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 回答說會考慮到研究資本增值稅引起市場關注 最近大通今日發表報告指出 有傳聞香港政府會研究開徵資本增值稅 以部分國家實施五成稅率為例 若香港政府引入資本增值稅 香港樓市可能在實施前會出現恐慌性炮售 從而對樓價造成短期壓力 不過莫通認為資本增值稅不太可能在香港實施 因為這樣違背了整體低稅收的理念 特別是新加坡亦沒有資本增值稅 以及可能會受到行業從業者的強烈反對 即地產商會反對 莫通指出即使引入資本增值稅 亦可能會涉及一些條件 例如只針對在兩年或三年內轉售 這樣做法將有助減低短期恐慌性拋售的潛在影響 而從長遠來看 實施資本增值稅的國家 例如英美 多年來樓價一直呈穩定上升趨勢 因此只實施資本增值稅 未必會引起長期樓價調整 所以大家未必需要太擔心 莫通說香港樓市仍然低迷 減息不會像如期那麽快來臨 直至更強勁的積極催化劑出現前 對地產行業仍然保持謹慎態度 什麽叫資本增值稅呢? 是一種針對買賣資產所賺取的利潤 所徵收的稅項 通常都會應用於股票、債券、房地產等範疇 以香港人熟悉的國家為例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都設立資本增值稅 其中英國稅率相當高 最高可以徵到28% 例如一個打工仔 20年前買一層太古城 現在買出去賺800萬 就要徵稅224萬至多 如果是大額物業成交 例如買了一個商業大廈 賺了10億的話 就要交2億8千萬 相當之重的稅 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有資本增值稅 徵收目的除了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外 還被視作減輕貧富懸殊的手段 不過消息傳出後 又引起不少反響 有社會人士說 資本增值稅 與香港簡單低稅制背道而馳 妨礙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並打擊和增加海外人士投資負擔 導致利潤減少 有分析認為 現在香港政府說有研究 不過研究說研究不代表會採用 因為研究的結果很可能是 資本增值稅並不適用於香港 先看這集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ビデ trás 要 很好 til 那